有关薄熙来案 西方媒体原本多数聚焦在殷商海伍德之死 不过最近外媒的焦点也渐渐转向了与中文媒体相同的方向 纽约时报4月26号头版头条报道 薄熙来的窃听门其实是他倒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薄熙来频繁窃听中共高层领导人 包括胡锦涛的电话内容犯了大忌 引火烧身 纽约时报4月26号的调查报道 指重庆官员操作窃听网 秘密监视中南海高层 然而去年8月 他们在锁定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一通电话时 遭到察觉 造成薄熙来今天下台 十多个跟共产党有联系的匿名消息来源证实这些窃听事件 以及在重庆广泛设立的窃听计划 目前中共官方对薄熙来下台的公开原因省略了这一点 但是多家媒体在几天前都已经引述内部高层消息透露 薄熙来的窃听犯了大忌 路透社援引不愿具名的中共消息人士表示 薄熙来在高级官员经常下榻的重庆国宾馆安装了窃听装置 去年8月 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用电话与一名重庆的高级官员谈话时 发现电话遭到窃听 薄熙来的窃听活动被认为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 当时为了了解自己在中共党内的情况 以及收集竞争对手的信息 薄熙来下令他那时的心腹 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架设精密的监听装置 在窃听胡锦涛的私人谈话时 实际薄熙来已经对胡锦涛的领导地位直接提出了挑战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新唐人指出 薄熙来倒台是因为他挑战最高权力格局 妄图取而代之 他的政治生涯会终结 和他的整个建筑的重庆王国会覆灭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在于他违背了目前中共权力的游戏规则 不仅是在挑战其他的权力的自由者 而且他是要把整个格局给推翻 然后让自己取而代之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格局 那么我就在这种情况下 就引起了目前的中共的权力格局的强烈的警觉 然后最后大家一起动手了 把薄熙来给解决掉了 党内人士对纽约时报透露 薄熙来对中央领导人的窃听 被视为他最大的罪责 薄熙来事件一连带出中共内部贪腐 和权力之争的丑闻 已经令中共执政地位受到更多质疑和挑战 新台人记者蓝珊采访报道